接下来咱们再来看这样一个事 就是关于咱们这门语言的选择 那在这个数据领域 大家都知道 就是有两门非常长的语言 一个呢叫做Python 一个叫做R 那这里大家肯定就想了 哎呀我现在是用Python呢 还是用R呢 这里其实这样就是我绝招 如果说你Python用的比较熟 你还用Python去做 你用R用的比较熟 你还用R去做 但是呢在咱们这个课程当中 我肯定是要推荐Python了 为什么 因为我绝招就是 拿这个Python和这个R相比来说 Python能做的事是更多一些的 因为以后啊 我们不光可能去做一些数据的分析啊 可能会展示啊 我们肯定会跟服务器打交道吧 没准要写一些脚本语言 我肯定要跟就是 一些数据库打交道吧 然后Python能操作一些数据库嘛 所以说在这里啊 我还是觉得就是Python啊 就是从未来发展的角度来说啊 它的面是更广一些的 而且现在角度来说 Python上升到第几了 C加C和Java呀 Python肯定是撼动不了 但是我觉得 现在Python排个老三 肯定没问题的 但是在数据领域来说啊 我觉得Python排老大 肯定也是没问题的 这里啊 就给大家这么推荐吧 反正 看大家有喜好 我还是觉得啊 就是Python肯定要比R应用的广泛一些 但是呢 你说效果来说啊 我觉得哪门语言你用好了 都能做出来非常好的效果 语言本身只是一个工具啊 就是看你 那这里啊 咱来看一下吧 就是 我刚才给大家说了一下 就是咱们用Python用R怎么怎么D 那毕竟是我说的嘛 看一下大家是怎么说的 也就是在咱们这个统计表当中啊 大家有一系列的反馈 你看他这里啊 他是不是有个wordtruth啊 相当于是他会选一下 一个调证人来了 他调查里边 他会看 这个人你用的是Python 还是用R啊 做了这样一个事 然后看一下统计的结果吧 这个统计其实很简单 这个写的好大 Python多少人啊 Python就是一共一万六嘛 Python大概是千多人吧 R呢 大概是两千多人啊 也就是将近三倍的一个比例啊 所以大家现在觉得 这就是Python用的多 还有R用的多啊 肯定是Python用的多的啊 从这个用途广泛性啊 一方面来说啊 Python简单 用途广啊 另一方面来说 以后的一个主流趋势嘛 所以在这里 还有大家推荐这个Python嘛 Python应该是用的更广泛一些的 那老话也不说了 说多了 大家自己听啊 人生苦短啊 我选什么来着 然后啊 这一本关于语言选择啊 永远会这样 就是我说一门语言好 大家肯定会说 另一门语言肯定会更好 其实啊 就是我得说了 就是一个工具嘛 看大家喜好吧 还有一句老话怎么说的 PHP是世界上最好的语言吧 我也是这么绝的啊 PHP确实啊 它就是世界上最好的一门语言 然后大家又看了一下 就是Python啊 和R来说 它的一个重要程度 咱来看吧 对Python来说啊 以前人写了一下 64.6%人 哎对 这块还有这样的一个图 这块我看一下 这块我们是用一个 什么图会画的 你看这个 点Pro里边 我们去点Py一下 点Py一下 相对来说 我们就画这样一个圆形的啊 像这样一个饼图啊 你需要点Py一下 这个意思 然后呢 里边看了一下 64.6%人认为 Python是非常重要的 然后37.2%的认为 这个是有必要去掌握的 只有2.7%认为是个东西啊 没样太用 学不学拉倒了 这是对于Python来说 对于R来说呢 你看 咱们必要的是多少个 必要41.5%啊 能去学一下最好的 51.4% 没啥用的 7.1% 所以说 大家也是这么觉得 Python呢 它的一个重要程度 应该啊 讲道理要比R更重要一些的 这是一个重要程度 然后呢 在这个数据集当中啊 其实你看我上面 我就写了一堆东西 这一块 你看我写了一个Python 写了一个R 写了一个Bose 这什么意思啊 你看里边啊 就相当于是 我做了一些条件的一个判断 相当于就是 有的地方啊 你看R这块 就是我这块写一个非吧 相当于不包含Python 只包含R Python的利用呢 只包含Python 它不包含R 这样一个事儿 但是对于一个Bose来说呢 就是有些人呢 比较牛逼啊 他就会 就是既会Python 又会R 还有这样一个人 再来看一下吧 就是用Python和用R的啊 就是他俩交集 是有多大 就是既用这个 用那个 来看 用Bose的一个人数啊 哇天呐 这个Bose人数是 相应来说是比较多的 光用Python的有一些人 光用R的有些人 但是呢 就是两者都会用的人 是更多一些的 你看就是这块 画了一个交集吧 两者都用的 他有3000多人啊 光用R的 光用Python的 就相当于只会一个的 毕竟还是少一些 所以啊 还是一个老话说来了 就是高手啊 一般情况下 都是通杀的 既多啊 肯定是不加深的 有很多人都是 既会Python又会R 因为R它是一个脚本语言嘛 它的联合性非常好 跟很多东西啊 都能组合在一起 所以说 会Python啊 肯定啊 它是一件好事的 然后高手的薪资待遇 会不会更高一些啊 在这里我又看了一下 在刚才不是选出来了 那些带Python的 带R的 然后还有Bose的一个人吗 然后呢 接下来 我再单独来看一看 他们的一个薪资啊 是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别呢 在薪资这块啊 就是我先去掉了一个确实值 然后呢 就是选 选了一下 咱们当前的一个利率 是吧 就是转换率 转成USDollar 然后接下来 就是我把当前的值啊 都拿到手 然后小于 小于这么100万的 看一下当前结果吧 只会用这个Python的 工资啊 是48,000 差不多 只会R的48,000 差不多 既会R 又会Python的 应该是接近6万 这是这样一个差异 所以说啊 怎么样啊 是不是说 会的东西越多啊 咱们相对来说 待遇可能会稍好一些啊 然后呢 我又看一下 它有这个东西啊 就是还有一个 不同工种的一个偏好 因为在这一条技术当中啊 它会选择 它是什么工种 并且选择 它就是使用哪门语言嘛 那咱就这么看吧 就是对于每一个工种来说 我都可以看到 它是选Python呢 还是选R呢 有这样一个事吧 咱来看吧 这个红色的 红色的表示着 它是选R的 你看底下 红色的表示选R 蓝色的选Python 这里的一个区别 就是说 在这个统计学当中 一起做这个统计啊 大家都不用想 首选R嘛 R里边这些包 全是干这些事的 所以说 在统计啊 这方面啊 肯定是用R来说 是更方便一些的 因为它需要做一事 并不是那么多 交互也不是那么多 只需要统计就完事了 所以这里啊 R是压倒性的优势啊 在这个统计这方面来说 然后呢 你看这个软件开发 软件工程师来说 它是能不会Python吧 基本上 Python是必备的 这一个趋势 就拉出来了吧 接下来啊 就是一个科学家 还有研究员来说 也对会Python吧 下面就是大部分情况下 都是Python去领先的 你看DataSenters的 就是我们的一个数据科学嘛 是不是也是Python领先的 R稍微弱一些啊 这样一个结果 然后你看这里 这个数据分析来说 数据分析来说 R可能多一些 Python可能少一些 因为光从一个分析角来说 如果说我们不建模 不进行其他交互 还是用R应该是更方便一些的 然后还有哪些领域啊 我看一下 还有哪些领域 你看都是跟偏分析 偏统计的 可能R多一些 然后呢 偏实际应用来说 肯定是Python多一些的 这个就是咱们不同领域的 一个趋势 其实这样就是我觉得 这也不是我觉着吧 因为R没咋用过 听朋友说 R在这些做可质化 就是做可质化 作为统计的情况下 要比Python更容易一些 所以说现在呢 有很多数据分析师 业务分析师这些职位 因为他们就是 通常要做很多的可质化展示 做很多的可质化图表嘛 那他们肯定喜欢R 而不是这个Python 是这样一个事 但是呢 Python在记忆学习 在工程师这个领域来说 它是应用的更广一些 或者是在数据库这个层面 所以说这里边 大家可能就更选Python 各有各的优点 各有各的 都是各有各有点没啥缺点来说 但这个反正就是 大家的一个情况 分析可能R更多一些的 然后这里啊 它统计里边 还有这样一个指标 就是一个就是 就是这个工具啊 它可以使用的一个年纽 这块又看了一下 它有这样一些选项 就是你看一到两年的人 一般选什么 用了三到五就是工零 三到五年 工零六到十年 工零啊 就是更多一些 或者更少一些的时候 它的一个什么 它的一个使用情况 其实可以看就是说 初级的人啊 一到两年来说 新手一般还是用Python 多一些的 那随着增长来说啊 就是用了十年 用了十年来说啊 这俩就差不多了 为什么 因为之前我也听我们总监说过 说他会了二十多门语言 没有二十多门 他自己吹牛逼二十多门 他跟我们说大概就十来门语言吧 那十来门是不是也是够了 所以就是说 随着年龄增长 你慢慢学东西啊 肯定越来越多的 哪一块要用就得学 用了就得学 用了就学 这都是工具嘛 边为边学啊 也是可以的 所以说呢 推荐新手干什么 你看吧 新手的一个趋势 还是用Python多一些吧 再看不同行业 他在数据当中 还有他可以选择 他当前的一个领域部门嘛 全家领域部门 我就看了一下 不同领域部门 他使用的一个情况 所以情况来说 你看绝大多数都是Python吧 咱就找特例吧 是Python的我就不说了 看没有R高写的 在这 你看在一些政府部门 政府部门啊 可能R多一些 相对来说 其他领域啊 都是Python多一些吧 那可能政府里边 相对来说怎么样 政府还没接触过 政府里边 避不住干这活 偏统计 我估计多一些吧 可能要统计各种各种东西 所以说R应该是 稍微多一些的 然后呢 咱来看Python和R 就是说 这里边它有这样一个指标 就是问了你一下子 你Python和你R 这有一个worktools嘛 你看 就是先把这个Python的 index拿到手 然后找它的一个 使用什么工具 R定index拿到手 找到它使用什么工具 分表画出来 咱来看一下吧 左边是Python 右边是对R来说 Python使用最多R 咱就不说了 因为R这个东西啊 我不是特别熟悉啊 所以说R 咱就先不管 咱也光说Python Python里啊 咱就看吧 这东西都认识吧 第一个什么 Notebook 咱现在用了啥东西啊 这不就是Notebook嘛 所以说Python有这样一个好环境啊 觉得这还蛮不错的 跟Circle Python可以操纵各种各样的数据库吧 你要写Patro 你用那个Riders MongoDB吧 这些不都得用Circle去存吗 TensorFlow 还有咱们的Linux脚本 还有咱们的一些服务器 然后Python是不是跟CR加 也可以再结合在一起用啊 可以编译成这样的C文件吧 NoteCircle关键数据库 跟Metalab 跟Metalab不知道什么太大关系 Java可能也没什么太大关系吧 Spark Spark的Python接口可以用 Hadoop应该没什么关系吧 Hadoop也没有Python接口 这个 现在来说就是做数据处理啊 你得汇一个大数据处理工具嘛 要么你汇一个Spark 要么你汇一个Hadoop 还有商业智能的一些东西 还有谷歌的一个计算云啊 这就是咱们这个Python 它常用的一些工具 然后呢 这个R啊 R常用的 你看都是色口排第一吧 你看可的化 你看这些可的化东西啊 都是经常用吧 XL XL觉得也是蛮常见的 虽然说我不太喜欢用这个东西 还有什么啊 其他的也都是类似的吧 都大部分都差不多 只是前几个可能有一些区别 Python相当于是有Notebook 有Tetherflow 这些啊 要强大工具可以玩啊 R相当来说也是有一些工具的 然后呢 咱再来看吧 数据科学家们都做什么 这个呢 就是说 它这里啊 你看它这块有个选项 就是这个列 它就是选择 它是否是一个数据科学家 咱可以看了 就是说选择是的那些人 他从事的工作都是什么 他从事的 你看有科学家 有分析 积极学习 研究员 各种商业 计算机的一些东西啊 都是一些偏分析多一些的 他们大部分人家啊 应该都是做这些事的 然后呢 下面咱就加快点进程啊 看一下 大致看一下啊 基本上都跟之前有些重复的 在哪个家呢 在美国是比较多的 然后中国啊 中国1.234啊 排到了第五啊 这是一个中国 情况啊 这里咱也不说了 然后咱看一下教育背景吧 教育背景 咱来投资看吧 数据当中啊 还有这样一个啊 employment 它的一个就是教育背景 还有它的一个雇佣情况嘛 雇佣情况来说啊 绝大多数人啊 都是一个全职的工作状态吧 然后呢 要不然就是还有在寻找工作的 这是当前一个情况 还有在兼职的啊 这还有退休的 会退休的 应该比较少 应该还是年轻人多一些的 然后呢 就看了一下 它当前的一个学历情况 其实呢 咱们看啊 就是做数据科学 这个行业来说啊 大部分人什么情况啊 大部分人就是学的 我觉得还是偏高一些的吧 你看 就是这个master啊 他的一个硕士啊 大概占了绝大多数吧 人蛮多的 然后呢 phd啊 你看这个dott degree啊 他也是蛮多的吧 所以说你看 就是我是觉得啊 就是做这领域人 一般情况下啊 都是学历可能蛮 学历啊 相对来说都会稍微高一些 这是一个情况 这是一个 不光是中国的一个情况啊 就是在这个全球来说啊 它是进行这样的调查吧 不是光是中国调查 这就是咱们的一个情况 学历偏高一些 然后得出来的结论 67%的税率会价 都是一个全职的 然后 但是还有一些找工作是吧 11%到12%都还在失业的 然后呢 在教育方面啊 你看这块有这样 就是他是大部分人啊 都是有这样一个 数据科学的一个岗位的 还有一部分人啊 有这个什么 有一个博士学位是吧 所以说啊 他的一个教育学历 教育背景 相对来说都是偏高一些的 那其实我估计大家关心什么 读了这么多年书 其实上 你说你学到什么了吗 其实我觉得我读了这么多年书啊 我觉得我学到最多的东西啊 就是什么 就是一个培养了我的一个学习能力 我觉得是这个东西 你说以前学的那些东西啊 有用吗 CR加 Java J2E 那什么数据库那些东西 当时学的特别对吧 就J2E那个东西 SSH 什么Jarscript Query那个东西 我当时玩的 特别特别溜 但是做网站 我贼愿意去弄 还截外包 还干什么的 但是现在你说我用吗 现在多少年都不用了 很多以前学的东西都不用了 但是你说不用了 你这东西白学了吗 我觉得不是这样啊 你学一个东西啊 其实是锻炼你的一个大脑了 相对来说就是 培养了你的一个学习能力 现在来说就是 我学东西啊 可能就是我有一点 比大家稍微那么强 那么一丁丁吧 可能大家在别的地方 比我强一些 但是我觉得 我在学东西方面 我应该学得很快一些的 一个任务来了 就是让我去做一遍 可能我做的比较慢 但是你说 你让我去学一遍 别人给我讲一遍 我觉得我理解能力 是稍微强一些的 这个就是我觉得 我读了这么多年书啊 给我培养一个能力 还有什么能力啊 就是一个查资料能力 其实做事来说啊 绝大多数都要查资料吧 写个代码 你正常写代码 其实大家也知道 写个三五行 那必然不会出错的 是吧 三五行出了错 三五行出了错 每天最多的事啊 就是怎么样去改这个东西嘛 那你说 你遇到错总办啊 查找东西 查资料呗 一个事儿或者说 一个任务来了 不为办 咋干 查资料 查东西呗 所以说我最常干的 读论文 查资料 这些已经成家常便饭了 所以说 找这些资料啊 去查问题能力 我觉得这个 我也是稍微强那么一点 这个就是觉得 读了这么多年书啊 给我带来的一个收获 真正的一个技术性来说啊 也就是常用的东西啊 这还真不多 以前学好的东西啊 到现在基本上来说 都是没有用了 当时我给你 我给你说 还学什么课 哇 什么离散数学 哎呀 什么辣马七套课 我都记得了基本性了 基本什么网络安全 这些软件测试啊 哇 这些东西啊 全学过 但是你说 对我来说有用吗 对我来说 我没绝对 没一个能用上的 我现在啊 用一个python 还用一些 其实学习的东西啊 暂时啊 就足够了